我们今天来开箱一下种球 这个包裹呢 里面主要是百合的种球 这个是在红月家预定的 打开来看一看吧 这个盒子也就快烂了 因为下雨了 看一下吧 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后面呢写了它的名字 这个叫白里 白特里扬菲特 还讲了这个上面还有 讲的应该怎么种 这个百合的种子其实很简单 要种的深一点 莫过土球要高10厘米 也就是说埋的土要有10厘米以上 然后尽量显得机智的话 就是那种斯洛特气一点就好了 百合很容易种 我们看一下球怎么样 这个球老实说 有一点点 不是特别好 但是也还可以了 这个球 然后看看 这个球的状态就好很多 这个球还挺大的 差不多是半个八种吧 这个也还可以 这些种球都是进口种球 下个来说会觉得也还挺贵的吧 给它弄回去 省得到时候种植的时候不知道什么颜色 颜色种的乱七八糟 对不对 这个叫纳塔利亚 这个球 这个球这样 这个球感觉要大一点 它是这种红色的 看 这些球都还挺大 这个比某天买的那些 要好很多 那某天那个 太小了长出来 就跟手指那么大 它没有手指出了 这个要大一点 这个比半个八点要大 装好就好就装好 好 这个也还贫宗啊 这个金石的三球就要小一些 然后它还冒了一些牙 这个已经冒牙了 这个不拆了 这个不拆了 这个塔利亚也要小一些 但是这个总球质量看起来挺好的 它会有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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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伊萨贝拉是东方的中半百百合 其实我没有中过这些进口品种 我今年 我今年 我昨天 在某天买的那个 上当了 它这是黄色的花 之所以我今天就 下决心买一点 贵一点呢 看 这个发芽 这个应该不会错了 红月的 红月的东西应该不至于吧 是不是 大品牌 这个特里昂菲特 这个也还可以吧 中文大小 杏仁软糖 这个可能就是这么大吧 它的那个花也很神奇的 到时候开花了给大家看吧 这个也是伊萨贝拉 伊萨贝拉的球要比较大 这个品种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特里昂菲特 有大神花也应该知道什么颜色 这个也是特里昂菲特 这个其实是开一个粉色的花的 是单磅的 特别好看 然后我还买了糖昌菲 这个糖昌菲球很大 质量很好 比我之前买的那个要好看 这么大一个 这个糖昌菲还是可以深摆的那种 就是越重越多的 我这个人买花特别扣门 虽然说我再花这么多钱吗 我买的全是能深宰的 一年年付一年的 我从来不会买一次性的花 一次性的话 看完就认的这种我是不出意买的 如果说一定说要会买的话 可能就是那个中国水仙 中国水仙的话因为它特别便宜 买十块钱就能够开一个冬仓 这种的话我会买 其他我都不会买 像那种能够牵插的 能够接种子的 我还是会买的 别的就不行了 这个单呢没有给我显示价格 我这里也这一堆 然后之前我还收到了 那个大梨花 一个大梨花种球 还有两个是大花萱草的 两个大花萱草种球 总共交起来是近300多一点 300出唐吧 好了我今天的种球开箱 视频就到这里了 总体来说感觉红月家呢 很靠谱 这个种球质量都特别好 应该开花对吧 没什么问题 到时候开花的话 给大家再拍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